支持蔡斌,真正地放弃张长宁吗? 随着新赛季女排联赛的开始,意味着本年度女排国家队的赛事征程已经告一段落,回顾本年度整体赛事,表现重规重矩并没有突破外界预期,尤其是人员的短缺更新换代不畅,因此已经开始的女排联赛给了主教练蔡斌调整思路的重要良机。 通过女排联赛考察球员,选择合适的人才进入到国家队,不仅可以帮助女排提升实力,也能够加速当前队伍更新换代不畅的困境,不过从蔡斌现有的思路来看,面临着巨大执教压力的蔡斌考察球员时,不仅关注新生代球员,表现优异的老将同样会获得征兆,因为这并非没有先例。 作为当前国拼中国女排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已经33岁的老将丁霞就是受益者。 在奥运资格赛之前,丁霞获得征兆。 凭借在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的优异表现,丁霞不仅焕发了职业生涯第二春,更是获得了流洋海外的机会,在波兰联赛跟随俱乐部收获了冠军,成为了女排赢家。 正是因为丁霞带来的良好示范作用,让蔡斌在女排联赛的考察中也格外重视老将的发挥。 这其中有一位老将就备受关注,他就是时隔三年再度宣布重返赛场的江苏女排昔日核心张长宁。 也是曾经女排核心的张长宁。 职业生涯获得成绩无数,领约奥运会的女排冠军就是最好的郑宁。 不过,在因为伤病远离赛场之后,张长宁的所作所为开始引发争议,不仅没有及时进行恢复训练,重返赛场。 反而是不断参加综艺活动,引发了外界的巨大争议。 在这一片质疑声中,张长宁宣布回归赛场。 正当外界的舆论风向开始转变时,张长宁又做出了自毁虔诚的举动。 张长宁表示,由于身体并未完全恢复,在女排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并不会真正上场。 虽然出现在了江苏女排的报名名单里,不过这样的表态意味着张长宁这一次的付出更像是一场作秀式的付出。 为了挽回自己日益下降的口碑所做的无奈之举,既然不会上场比赛,也意味着张长宁并不会在考察之列,竞技状态未知的情况下能够重返国家队,对于其他球员的积极性也是打击。 虽然当前女排主攻位置上人才短缺,李莹莹也是十分渴望能够有新的搭档出现,如今来看,张长宁并不是最佳的人选。 而作为主教练的蔡斌也应该真正放弃对于张长宁的期待,甚至明确表态,对于荣誉性不强的女排球员不会征兆,从而维护当前良性竞争的女排格局。 那么,支持蔡斌真正地放弃张长宁吗?欢迎留言讨论。